来看到彰化台湾大戏院 晚间吹起了席灯号 为了纪念这一座当地人的青春回忆 当地的发展协会也包场举办了活动 300位的参加者都是抽签 从上千位网友中脱颖而出 在剧院经营的最后一晚 来看最后一部电影动画片 当地名代也cosplay 有人打扮成了灌篮高手中的琴子 有人打扮成了安息教练 要跟民众一块同乐 而很多人也觉得非常的可惜 因为这一座台湾大戏院一关 未来想看电影就只能去园林了